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想着战机前来迎娶自己的画面 张英心花怒放 到时候 奥巴马可能会出席我们的婚礼哦 我准备用五千万台币来大摆宴席 你说好不好啊 好 当然好啊 不过 你能不能先挥个十万美金过来给我 我要用来筹备战机与同僚过来出席我们婚礼的费用 啊 你 你没有钱吗 哦 我仍不在美国 身边也只有一千万美元的旅行支票 过两天我会将所有支票寄给你 你先收起来 结婚的时候就可以兑换现金来使用了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哦 好 我下午就把钱汇给你 完全被美好婚姻蒙蔽的张英 已经不理会当中是否有问题 结果 旅行支票是假的 张英被骗光积蓄 还因为涉嫌使用卫造支票 被警方承换协助调查 呃 张小姐 我们调查过了 跟你在网路上联络的这个男人 是属于国际诈骗集团 你千万不要再汇钱给他了 哦 我可是堂堂的博士耶 哼 你当我是白痴啊 张小姐 你不要再说了 呃 到时候我把这件事跟我男朋友说 她很有可能会派架战斗机 诈评你们警察局哦 如果没事 我先走了 唉 这个女人真可怜 为了爱情 被骗了都不知道 唉 她根本就是精神有问题 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 编者的话 在我们的身边经常会出现一些精神出现问题 而不自知的人 小心咯